在印度北部城市西姆拉的鄉間地區 有人拿出瓶瓶罐罐忙著裝水 有人則在旁邊取水洗衣服 印度旱季期間 階梯僅扮演重要角色 這種設施最早出現在西元 兩百到四百年之間 規模有大有小 靠著同時收集上方落下的雨水 和抽取底部的地下水 儲存可用的水資源 印度高達十四億人口 水資源卻只佔了全球的百分之四 且全國有百分之七十的水源受到污染 每年有二十萬人死於缺乏安全飲用水 這幾年印度雨季降雨不如預期 肝瀚問題越來越嚴重 原本遭棄制的古老接替井 重新受到重視 地方政府紛紛進行改造 裝上現代化設備提供民眾乾淨水源 然而當代有大量解體井都已經被拆除 少數保留下來的卻時常堆滿垃圾 無法使用 水源被污染充斥有毒物質 還需耗費金錢和人力進行整修 印度約有百分之三十的淡水以地下水形式儲存 有些村莊唯一的水源就來自階梯井的地下儲水 提供灌溉和日常生活用水 據專家估計 印度全國目前保留下三千座階梯井 地方團體正努力搶救這些古人留下的偉大設施 公司新聞良意變異